大家好,我是醉影,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高水准的全黄十四三问比赛 这一则比赛选手是来自于水鱼和天帝 二双方来看选择什么角色,水鱼开场是一个害盗女的力气 对面的麦卓被压得有点难受 对,练心的压制他就是强 特别是这一发大宝剑,根本就没有什么责任啊 没有什么破绽,然后抓一手 哎,你不动我再抓一手,天帝也是七逢对手 水鱼的这个进攻方式实在太猛啊 轻手两点 压一手,但是中了一发C地 C地,连续的C地 哦,种拳出招,抓抓抓 连续的压C地,现在天帝又反压了过来 好,你乱动我就折你 用一个ES招搞了一下子 但是现在这点血量,天帝还是处于一个劣势 好,下半逃不到,现在天帝试图 还跳,还跳,跳得太多了 被水鱼其实抓到跳的习惯了 接着看天帝下一个克拉克 这个克拉克的人气是非常至高啊 你看他两只大手臂,非常强广 一看就是为了抓而生 哇,生龙硬怼一怼不过 练新的开始了 亲手压住 好,大宝剑 能量闪过之后也没有,哎,大招对空 但是被防下来,可见防御非常棒 然后直接上大招,抱一抱 这个拳皇十四里面的克拉克感觉抱得更爽啊 可以把对手抛得更高 而且落下来的那一瞬间压力更大 好的,接着看水鱼的草蹄精 看这把草蹄精能不能修理起来 双方都是把这个格斗技巧发挥的连离见智 看得很爽 嗯,其实这个拳皇十四里面是有很多的技巧 等于玩过才知道 哦,一波BC增击跑拳,接抓 要接两次了 土里亚 哇,乎里亚 你看,各个方位,还多个机位的这个特写啊 最后顶一下子草蹄精基本也残了 现在司科技草蹄精还能不能成功翻盘 感觉是很难翻了 嗯,升上去 下盘攻击 DMBC 只要再被克拉克踢一脚 就直接结束 就等你跳了 你一跳我就踢 接着来到水鱼最后一个海恩 这个海恩不得了啊 海恩也绝对是一等一的超强角色了 他现在有四颗气 哎,海恩现在开始了 差,一手 我们来看克拉克 克拉克攻的也是非常的利 进攻也是非常强 但是还是出了一个大火战想转 哦,海恩肯定是先跟一发两气大招 先回收血量 因为这才是天地第二个角色 他还有一个洛克 好,木牙闪现到背后 我一想到还是中了 再来一发大招插过去 哇 这就是拼速度拼反应了 我们看海恩继续打木牙 没有打木牙 而是骗头了一下 又一种技巧 空中灰CD灰空 然后快速骗抓 对手很难反应的过来 接着来看天地的洛克 一个超酷的角色 但是格斗起来 属性也不是特别强 现在他有三颗气 开场就被弹了一个下半 直接上大招 水鱼试图打垮天地的心态 天地也是很少遇到这么强 对手还想骗抓 不可能了 这一套不能再使用第二次 可能压的实际也有点不对 好,有个机会就想骗头 后面洛克是不是也该爆发一下子了 打得很辛苦这波天地 没有之前那么轻松了 大招对空 必须达成120分的精神 又一个CD灰空 再次骗抓 这招屡试不爽 中断下盘 CD还想骗抓 好,中招了 然后中断中了 这个中断一中 天地基本就没有了 各种套路 各种实战经验 带走 结束 大家来不关注 每天更新 静态的视频 这下周 不可能 在这一旦 不可能 在这一旦 怎么回事 在这一旦 我以来 我以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